给我五分钟,自律情报送给你 就在扬声望来,扬声安赖 大家好,我是扬声监管师,子明 嗨,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聊聊过敏这件事情吧 以往我们认为 只有在身体虚弱的时候才会生病 但有一种症状 反而是在身体反应太过积极 所造成的,那就是过敏 过敏虽然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反应 严重者还有可能伤命 但是这样子的生理反应 它原本是用来保护身体的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 当身体接触到陌生的外来物质时 便会分辨其他的好坏 如果它是好的 我们身体叛变它是好的 就会相安无事 如果判别它是坏的 就会发布严重的警告 试图将它驱离 而这样的警告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过敏 进入身体的过敏源 会与免疫球蛋白抗体结合时 便会刺激肥大细胞释放出组织胺等发炎的物质 并快速地传递到身体的各处 来对抗外来的伤害 组织胺可以影响身体的组织 并产生发炎反应 而症状将释放出来的组织胺 在各部位有所不一样 包含像是流鼻水 流眼泪 眼鼻发痒 呼吸急促 皮肤干燥等症状 都有可能是因为肥大细胞 在身体各部位所释放出组织胺 所引发的反应 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 跟这些过敏源接触的呢 不外乎从鼻孔 从皮肤 甚至是从物理性的反应 侵入到我们身体所造成的 常见的有 呼吸 饮食 药物注射 或者是动物的遮咬 例如说像是花粉 成蚌 蛋白质 海鲜过敏 还有蚊虫叮咬 或者是麻醉剂 过敏反应都是 你或许会认为 以前的环境比较差 好像过敏源比较多 但是那时候我们 反而比较不会过敏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认识了多一点的 生活中的过敏源 所以降低了过敏反应呢 那现在的环境 因为比较好 所以对身体 对过敏源 反而不认识呢 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啦 不过我们更要重视的是 现在的环境卫生呢 是充斥在各种 沙虫剂 以及清洁剂所造成的 而这些化学物质呢 不但会破坏了 外在的一些细菌 或者外在一些过敏源 但它也有可能迫害了 我们身体的 内在的维生物生态系统 在已开发的国家当中呢 大约有20%的人 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着 台湾的气候潮湿多余 对于原本就患有 呼吸道毛病的人 是较为不舒适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鼻子过敏症状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更容易引起过敏源的入侵 台湾鼻子过敏的人数呢 占总人口的约20到40% 而且数据呢 有往上攀升的趋势 我们一般常听到的鼻子过敏 就是所谓的过敏性鼻炎 在台湾呢 青少年级儿童的盛行率 还高达38% 另外呢 大约有6%的人 至少有一次的食物过敏经验 有将近20%的人 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的 异味性皮肤炎 依据国家的状况不同呢 有1到18%的人 会有气喘反应 而有经历过全身性过敏的人口呢 约占0.05%到2%之间而已 许多过敏的疾病呢 都有上升的趋势 要怎么样治疗过敏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急性期 以及日常的预防 以及护理来做起 在急性期发作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 确定过敏源 以及将其移除 是什么导致于你过敏的 尽可能与它隔离 或者是把它移除 再者呢 我们如果真的烧痒难耐的话呢 建议要使用冰敷 而千万不要用乐敷 冰敷的话呢 会让我们止痒 虽然乐敷也会 但是乐敷会让我们的 红肿的发炎更加严重 所以建议要使用冰敷 不要使用乐敷 除了冰敷以外呢 吸入性的肋固醇啊 二代性的抗阻滋胺啊 肾上肌素呢 它也能够缓解急性期的一些状况 那在日常预防的方法呢 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个 我们尽可能去避免到一些过敏源 然后呢 我们写一些过敏日记 将在的记载说 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过敏 对于什么物质会过敏 如果我们是全身性过敏源的 高危险群的话呢 我们甚至可以佩戴医疗识别手环 另外呢 改善居家环境 减轻部分的过敏症状 包括使用生理食盐水 冲洗冰枪 勤打扫 勤换备单 开空气清淨机 在湿气比较重的环境当中呢 记得要打开除湿机 如果说你是有个 异味性皮肤炎的部分呢 这有个一三三的原则的处理方法 一呢 是每天以35至37度的温水呢 泡澡或淋浴15分钟到20分钟 一天一次 三呢 是洗好澡三分钟呢 插上保湿产品 另外一个三呢 是一天要插保湿产品3C 这个133原则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 追求健康自在的人生呢 比追求长寿更加重要 如果因为过敏而限制了选择 降低了生活品质 那绝非是你我所乐见的 避免加工品的饮食习惯 适当的运动 调试压力 都是避免免疫系统 过度活药的良方哦 其实回过头来 也就是希望 我们从3加1开始 强化治愈力 来远离过敏 很高兴今天您的聆听 我们今天就说到此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扬声望来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